为什么咬住铅笔比较不容易判断别人的情绪呢 在过去我们曾经讲过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叫做 Margaret effect 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呢 我们说听觉跟视觉呢 会去影响你对于所接受讯息的不一样的一个解读 比如说在那个实验当中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有这个八八八 哒哒哒 然后会听成嘎嘎嘎的声音 在这个实验当中我们要介绍的是 触觉跟听觉之间呢 也会有交互作用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实验 我们在受设者的嘴唇的这个嘴角的两边呢 做了一个小小的装置 这个装置呢 可以把这嘴唇呢 往上拉或往下拉 当往上拉的时候呢 如果你就问他听到的字是 head 或是had 这两个字的时候呢 这两个模拟两个的声音的时候呢 往上拉的时候呢 他有比较多的几率呢 会认为他听到的声音呢 是head head 因为发head 音的时候呢 嘴角是上扬的 如果呢 你把嘴角的这个肌肉呢 往下拉的时候呢 你让他去听这个head 跟head 的时候呢 他会 比较多的几率呢 会回答说 听到的声音呢 是had head 的声音 因为这个声音呢 是嘴角下扬的 下拉的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拉拉嘴唇呢 其实会改变你所听到的字 其实呢 在过去呢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 这在1988 年的时候呢 Shack et al 这些科学家呢 做了一个非常有经典的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呢 是让这个受射者呢 在他的嘴上含的 咬的一支笔 但是咬笔的方向不一样 在左边这张照片当中呢 是将笔呢 咬住 垂直的方向咬住 另外一个方向 右边这张图呢 是横向的 可以知道呢 在横向的时候呢 会运用到他脸部的肌肉 尤其是发出微笑的时候的 这个微笑的肌肉 但是在左边这个情况之下呢 不会运用到这些肌肉 反而甚至会产生一些比较 憎悟或者是一些 比较不舒服的一些表情 那这时候呢 你让这两种咬住笔的这个 两种状况呢 同样的人 你去问他 看一群卡通人物的照片 或者是影片的时候呢 你让他去评断 这些看过的卡通人物呢 是好笑还是不好笑的话 你会发觉 在右边这个情况之下呢 可以运用到嘴巴 脸部 负责所谓微笑的这些肌肉的 这个受射者呢 在这个情境之下呢 他会觉得一些 他所看到的卡通人物呢 是比较好笑的 所以这个经典的实验呢 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也就是脸部的表情 跟肌肉的使用 会影响到你对于情绪的判断 对于照片当中的人物的表情 或是情绪的判断 那后来呢 也有一些研究者呢 做了一个还 还蛮有趣的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呢 是去问说 是不是我们经常微笑呢 会对压力的处置 会有产生一些影响 让实验者呢 做出各种不同的表情 一种呢 也是含着这一根 像筷子撞的这个结构呢 含着筷子如果是垂直的方向呢 它基本上是属于中性表情 或者是呢 请它的牙齿露出来 这种我们所谓的一般微笑 另外一种呢 就是紧紧的咬住 所以你会运用到你的脸部呢 负责 微笑的这个肌肉用的 这个比例呢 会相当深度的增加 这种我们又有一个特别的名称 称为Duchamp Smile 称为杜香微笑 那在这个实验当中呢 是让这个受射者呢 在这三种不同的状况之下呢 去回答一些问题 这回答这些问题呢 是在压力的情况之下 然后看看在这个有压力的情况之下 回答这问题 谁的表现会比较好 结果发现呢 有进行这种所谓的 运用到杜香微笑这样子的 脸部肌肉的时候 这样的受射者呢 他可以对他的压力处置呢 有增强的这个效果 什么是杜香微笑呢 在过去呢 是当然一位法国的科学家呢 叫Duchamp呢 他据说呢 是用这个电刺激的方式呢 去刺激这个受射者脸部的肌肉 当他刺激到呢 发出这个微笑肌肉的时候呢 这个受射者呢 会发出一个非常 大的一个微笑的这个动作 那后来的人呢 就把这样子一个动作呢 称为杜香微笑 那杜香微笑呢 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真笑 就是你很开心的时候 笑开怀的时候呢 我们称为杜香微笑 另外一种呢 就是虚应一下 或是social 的场合里面呢 是不是真心的微笑 就是所谓的假笑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所谓的一般的smile 所以如果你是杜香微笑的时候呢 你会运用到的脸部的微笑肌肉呢 是比较多的 那除了微笑 或者是除了脸部肌肉之外呢 你身体上的知识呢 其实也会影响到你对正向情绪的感受 过去也有实验呢 证实说如果你是正坐的 或者是你是躺着坐的 就是比较不是那么正经为座的这个坐姿呢 会对于你看照片当中 脸部表情的正向情绪的感受也会有影响 换句话说 你的坐姿正的话呢 你对正向情绪感受呢 会比较强烈 坐姿不正的时候呢 也会影响到你对情绪的感受 最后呢 我们透过呢 过去的一些研究呢 发现其实可以利用一个 Dimacio 的这个Somatic Feedback Theory 来解释我们刚才所产生的这个现象 通常呢 我们看到一个刺激 比如说在A 这个方块里面看到是 刺激接受之后呢 我们会透过大脑的一些脑区进行处理 包含了我们之前曾经讲过的这个性能核 会让我们产生到恐惧的情绪 或产生到某种情绪 然后呢 这些情绪呢 会让你身体产生反应 如果你看到蛇的话呢 你会产生紧张 于是呢 你的汗液会分泌比较多 等等的这些反应 这些反应呢 会透过大脑呢 去解读 尤其是在体感觉皮脂这个地方 换句话说 这些身体的反应呢 会去影响你的感觉 这也是为什么 刚才我们讲说 你的身体表面的这些肌肉 像脸部的肌肉 坐姿的肌肉呢 也会影响你的感觉呢 就可以从这样子的一个理论呢 透过身体的反应 而产生感觉来解读 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前面的问题说 为什么咬住铅笔的时候 比较不容易判断别人的情绪呢 这是因为身体的感觉 会影响认知与情绪 因此咬住铅笔时 判断别人的情绪比较困难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